因为这个我们是只是简单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小咪 ok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输入这个业务人员 之后的话呢 我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的需求很简单 我刚刚讲嘛 老板说你帮我把那个就做一个 我以后要什么你就帮我把它筛选出来 我要业务就业务 那我要产业别就产业别 那我要见党日期就见党日期 因为很多时候我要查某部分日期的一个区间嘛 所以我给一个开始日期跟结束期 你要帮我把资料筛出来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 再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哦 跑完了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小咪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呢 所有小小咪的资料 自动帮我放在这里 几笔呢 Ctrl向下 总共有410 就减一嘛 409笔 类似像这样子 那你想说老师那如果我今天 那突然你们老板想说 那我要 按不只按业务 我不只按业务啦 我要按产业别可不可以 比如金融业啦 服务业啦 政府机关等等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按下去的话 再去怎么样 比如说要找金融业的 那假设一样 金融业 ok 然后呢 按一个确定 一样的话呢 把金融业怎么样呢 筛选过去之后 然后呢 就会增加一个金融业 那将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都 金融业的资料 都在这里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该怎么做 基本上 其实主要的流程 那我们要思考说 我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式 那基本上是 用一个方法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筛选 那筛选的话 我们大概稍微 把重点提示一下 筛选按下去之后 那这边不是有一个 筛选的箭头 对不对 那点下去之后的话 假设我要找某一个人 比如说 全选取消 小张好了 按个确定 那小张不就出来 对不对 游标再放在A1 Ctrl shift加end 然后Ctrl C 那再怎么样呢 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Ctrl V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把它 这个宽度 有没有 格式里面的什么呢 宽度自动调 自动 调整蓝宽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这边工作表3改成什么 小咪 不 那个小张 再把它切回去 然后再怎么样呢 取消什么呢 取消筛选 在那个资料里面的取消筛选 然后 看需不需要再移回去 那个A 假设我今天比较贴心一点的话 游标再停在A1上面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就是 可以把它怎么 录下来 把这个部分都录下来之后 再来修改 其实刚刚的动作就做完了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什么的查询系统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不需要用到什么 不需要用到资料库 其实 Ass 不不 Essail就非常的好用 特别注意是用筛选 我想各位先试试 试试看这个部分 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 业务人员查询系统 其实就这样可以做出来了 我可以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